杰西里弗摩在20世纪初期 一位名文侠俄的股票操盘手 从15岁13.12美元起家 到30岁已成为百万富翁 其中最有名的事件是在杰西里弗摩 52岁西元1929年时候经济大恐慌 靠着放空股票赚几1亿美元 本书正是杰西里弗摩生前的股票操盘手稿 内容包括四大部分 第一部分 李弗摩的操盘关联 第二部分 李弗摩认为错误的操盘关联 第三部分 李弗摩的股票停损时机 第四部分 李弗摩进场出场股票 接着就针对这四部分 做更进一步讲说 第一部分 第一部分 李弗摩的操盘观念 一 永远尊重市场 市场永远是对的 人的行为永远是错的 作者认为股票市场中股价往往反映一个产业的未来 有时候新闻会说某些产业很棒 但事实上 产业其实已经过了高峰期 准备变成夕阳产业 这时候千万要尊重市场给予的评价 因为股价往往会代表公司的未来 二 追随主流产业 作者认为主流产业出现的时候 会理先于报章媒体在股价上达到一定的涨势 这时候不要去预设股价上的高点 也不用去太过理会背后里有进额预设立场影响判断 尊重当下趋势 获取利益即可 这边以台股来看 可以看到IC设计产业受惠于3到6月 疫情高峰 大家需要居家工作时 整体产业大盘指数呈现指数般上升 另外也可以发现 大部分IC产业股票 例如 易龙 翔硕 信华等等 股价都有不少的成长 另外作者也提到 主流股在一段时间都会变化 当原先的主流股股价开始下跌时候 也就是要留意主流产业变其他价值剂 三 赚取获利一部分现金提出来存起 摆在自己面前 作者认为提取现金一部分在面前会让人有赞友感 有了赞友感后会比较理性去判断或去投资判断 不会之后再把投入的金钱赔掉 作者也认为 赚取的金钱不要全部再投入 因为你难保证下一笔投资不会赔钱 市场是难以预测的 四 不需要随时出手 等买进理由都具备再买入 如果都没有就保留现金等待出手机会 作者提到自己投资亏本经验大多数 都是主观认为股票好 还没到买进理由就出手 当作者改变这习惯后 随机也在之后股票市场中得到很多财富 五 有获利的股票不需要急着买 让获利自然放着即可 作者提到自己买小麦的经验 当初小麦作者在每股赚取25每分时就急着获利了结 随后小麦股价在作者卖出后短短几天 又上涨至少25每分以上 随后一去不复返 最惨的情况就是股价到达成本价 先行卖出罢了 第二部分 李逢霍认为错误的炒盘观念 一 股价回挡股价下跌 或盘整区间时后买进 作者认为买股票要顺着趋势走 会下跌的股票就会一直下跌 就算之后股价上去 也花了不少时间成本在上面 盘整股票也是同样道理 股票在盘整期间 没有明确趋势是往上或往下 浪费时间等待趋势往上或往下 也浪费了不少时间成本 二 对亏损的股票持续加码 认为有基本面之后会上涨 作者认为逢低餐品是不理性的行为 很多基优股股价下跌 可能是提前出现什么不为人之危机 在错误趋势价码 可能股票越卖越低价 最后才遭长久套牢 三 不停损亏损%数过高股票 作者说到投资失败是难免事情 最忌讳就是投资不停损 当停损%数过高 后面要损一两平代价就越高 作者认为10%是最高能够接受亏损金额 当停损月期时 之后就算犯触也能够卷土重来 再找全新标的 第三部分 李逢摩的股票停损方法 第一种 %数停损法 顾名思义就是股票亏损一定%数就停损 第二种 时间停损法 作者在买清后心中会有一个股票会到的价格 只要买进一段时间后 股价不到应有价格 作者会先行卖出 转而前往其他标的 或等之后再找正确时机进场 第四部分 李逢摩进场出场股票 进场部分 1.股价创历史新高 这边以原钢举例 原钢6月1号股价创新高 随后带领一波新涨幅 2.股价突破盘整区间 以中飞行举例 中飞行在8月5号突破盘整区间 随机股价来一波不小涨幅 出场股票类型 1.趋势下跌 跌破盘整区间 这边以国际举例 在12号时趋势下跌 19号跌破盘整区间 随机股价反转下去 2.一日反转高层较量 在报大量的隔天后续报大量 但是股价开盘收盘不仅变化不大歪 甚至跌破前一日收盘价 以至星期月8号收盘隔天 报大量却淡水长黑K 随机股价反转一路下跌 总结 这本书是一本价值投机书籍 书中作者特别强调 投资股票和智商没有太大关系 遵守投资纪律 尊重市场才是自正不二法门 非常适合刚入股票初学者购买书籍 可以骚走很多冤枉路 而作者除了在股票操作上非常有纪律外 生活也非常的严谨 永远坚持在晚上12点前睡 早上6点起床 为了就是能够在投资能够更清晰思考 以在这险恶的资本市场 达到更高的投资报酬 以上就是本期全部内容 纯属个人研究分享 无任何推荐买卖之意 投资有赚有赔 随意致富 最后别忘记按下订阅及小铃铛 我们下部影片再见